一言敬盛夢中人 多謝馬建偉先生來到我們《二道不回覆》頻道的無定向會客室 咦 我的眼睛已經熟到馬先生手上是一本舊書 我自己很喜歡舊書 因為舊書才是寶貴 背後有很多故事 書對我們的意義已經大過純粹書的內容本身 咦 究竟這本是甚麼書呢 馬先生 這本書收錄了容格關於夢的文章 也有些故事 是怎樣的 由三十多年前有一個姓梁的神父交給我的老師 叫陳志祥 陳志祥教了夢 教了二十多年 這本書他每次教都放在這裏 有很多人借來看 所以我現在手上看到的一些領悟可能在某年某月 就在某人的書房都有相同的領活 早在二十多年 我已經對容格的著作有很濃厚的興趣 在香港大學收過課程 所以就有一些概念 譬如陰影 圓形 潛意識 都有些概念 但直到兩年前 參加智祥老師的工作坊 才具體體會到夢的感受 怎樣進入夢的世界呢 這本書斷斷續續 我看了三次 每次都累積了一些體驗 容格的論述有時比較抽象 我記得我之前看過 始明非明 部份有些比較懸備的陳述 其實就跟前意識互相的作用 讀者 其實我建議不要一次過讀 自己有些體會 可能對本書有加深的理解 不知為何我最近發現自己被容格迷圍繞了 我想容格不算是很難明白的 跟圖拉康比 但他的世界可能是很廣大 在我們個人的認知以外 他有趣的是他巨勢無謂地記錄自己的夢 這本書有很多很多的夢很詳細 所以他分析的基礎 可能有數以千計的案例 但他一方面很克制 真的嗎 他不… 我不應該告訴大家我的絕境 他一方面很克制 不是很想做一些很概括性的解釋 你也知道很多人的夢就是這樣 他覺得每個人的夢都是很獨特 就算是相同的象徵 在具體的人的生命裡 他的展現和效果都是很獨特 所以他在這方面很克制 但另一方面他有很多聯想 他提倡一種 Active Imagination 就是把很多不同的神話 宗教的傳統混合在一起 所以他有時看不明白 就是他堅持那種開放性 這種開放性就有別於… 他很抗拒將夢歸因某一種力量 或者某一種理論 所以夢裡邊的個別人生處境 和在個別的人都會有不同的作用 你知道佛樂伊德解夢很有權威 但容格他覺得解夢最重要是夢 你會以另一種作用法夢的人 旁邊的膏表行業 就不要亂打 Ti83 他又會很抗拒 用一些專家的口吻 無論你是否心理學家 是否很資深的治療師 都不能將夢的解釋 強加於那個夢者 如果那個夢 那個法夢的人 相信這些權威 可能還離開自己的夢越來越遠 他在書裡直接這樣說 如果你把夢視為壓抑慾望的想像性呈現 這種想法就真是無可救藥地過時 在罵佛羅伊德 在暗喘 的確 夢展現慾望及恐懼 但還有其他 夢裡有真言 哲思 幻想 奇想 記憶 心計 預期 反自的行為 心靈感應 天曉得還有什麼 不要忘記 我們的一生有一半的時間 是在潛意識的朦胧狀態下度過 夢就是潛意識的藍藍治愈 容格雖然不願意用很宏大的理論去解釋夢境 但他很樂於分享一些可以操作的概念 其中有兩個對我來說都挺有用的 是嗎 第一個就叫補償 他說人的心靈是一個自我平衡的系統 在生活中某些方面很極端 在夢中就會作出補償 這種夢醒的互動 能夠維持比較平衡的心理狀態 第二個概念就叫統合 意識和潛意識互相滲透 夢境可以讓我們整合兩者 自我探索的過程 在整合的過程會跨前一步 補償、整合夢醒的感情和價值 不會用醒的價值去壓抑夢的價值 亦不會用潛意識的非道德 取代日常生活的道德意識 容格經常說的 不是彼或彼 而是彼此兼容 補償、整合 朦胧狀? 好厲害 夢其實有很私人的部份 不過容格視夢為集體潛意識 夢中有其他人甚至遠古的記憶 我可不可以請馬先生和我們分享一個夢 突然說大事後突然要在錢包拿東西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嗎 我的夢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在歐洲哪裏旅行 日後就在外面玩 黃昏時就去到山城 山城有個火車站 有個社會學的老前輩叫金爺 來迎接我 他說傑偉 歡迎你來我家做客人 這個山城是很漂亮的 窗外面就有很多樹 好像中介一樣 我們就一路上山 快到山頂、金爺家裡 他就說我老了 我沒有能力煮一頓飯給你吃 但我很希望你明天來參加我的大師班 成為大師學員的一份子 解夢其實是一個了解自己的過程 如果沒有意識和前意識的整合 這個夢對我來說 可能在學術圈裡的發變新聞 即是金爺是誰 究竟甚麼是大師班 這傢伙是大師 那傢伙是大師 但那個夢其實是 我在同學面前再說一次 才慢慢感覺那個夢對我有甚麼意思 我做了教育二十多年 一直都覺得很不足夠 經常覺得自己不合格 做得不好 這種不足夠的感覺 就推動我拼命做研究 一個接一個 直到我退休後才覺得 其實你這傢伙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當然 做教授、做學者都盡力 那個夢裡的他者 我們經常說 其實都是你自己的shadow 或者你自己一些你未認識的東西 其實金爺都是另一個我 一個都有一個很高期望 而令人最看不明白的 就叫做圓形之夢 就剛才你所說的那些 就是他們叫做大夢 這些大夢能夠接通了集體的無意識 或者集體的全意識 他1925年曾經訪問過肯那的一些部落 那些部落就有很強的夢文化 很多不同的夢的禮儀 即是那些怎樣跳舞 一起唱歌 那那個夢和現實 在日常生活中打通了 族人裡面就有分大夢和小夢 小夢就是我們一般人生活 瑣瑣碎碎的東西 大夢其實是集體的 社群的 封土的 甚至說天地的 是否會整個反覆出現 會好像一些春夏秋冬 有些周期勝 容甲就結合了自己的觀察和記錄 指出這些大夢 往往浮現一種很強烈意義的感覺 例如有些萬陀螺的形象 或是好像有一種高速飛行 沿浮 突然天下降 或是出現一些神話的人物 和一些不同的野獸 其實現在我們 都覺得自己超越不到的時代 但是你剛才說起 搞到我們想知道 究竟有沒有研究 現在的人在做甚麼大夢 我不能說研究 但是一個社會的氣氛 它會進入到我們的夢境 即是大夢就是過人生 剪到它的集體 香港這幾年就有很大的社會變動 在大變遷裡 正正是一些大夢的時代條件 我最近都發揮了很多這些夢 其中一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老朋友 是一對夫婦決定移民 移民去澳洲 他們兩個在夢中在大海游泳 海水是有一些病態的綠色 很污染 太太在口袍上還有一條滑散散 有腐爛的海草 浮屍 想起都害怕 就好像呼應了一個充滿病毒 充滿危機的世界 下一個場景就很有趣 在一個大型的屋苑 就跟外面的污染世界 就隔絕了 內部自給自足 有超市 健身室 泳池 有很多升降機 但都是黑色的 很封閉 很壓抑 按照書裡面所說 我們回到夢的細節 一步一步接近夢的現場 夢裡面這對夫婦 是我自己內心冒出來的一部份 我都是夢裡面的人物 我非你也是想移民? 其實移民這個心態 走不走 現在都是很深入地在香港 即是你就算不走 或者走 你經常都是會纏繞著你 那我就沒有打算移民的 但是你說留在香港 最大的引誘就是 好像住在那個屋苑那樣 什麼都不來 不利世事 遊山換水 有時間煮幾尾 這個安全的小世界就最舒服 是正的 龍格這本夢 下半步就詳細記錄了很多夢境 和連繫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歷史階段 不同的神話 還有很多曼陀羅的圖像 我個人就沒有什麼具體這些所謂圓形大夢的經驗 都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理解集體潛意識的符號 但是可能當我們有更多這些在香港的集體的情況 那種補償和整合之後 我再看這本書 可能會有更深的體會 聽了這麼久 我想對我來說 龍格的理論 既讓我們深入夢這個神秘的領域 但它又很有趣 它有一種啟蒙的感覺 好像會走去一個更大的領域 去跟其他更多的人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感覺我也是很有趣的 多謝馬傑偉先生來到我們《已讀不回覆》頻道的無定向會客室分享會 很厲害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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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Jupe嗎 你正在做夢